經濟部長斌運賢 首先在立法院朝政委員會中提出報告說 最近因為限制農權變更用途 可能不方便朝商 所以政府決定將來前省這地的工業區的開發和協力 方便朝商在國內投資協議 毛澤民委員長說說明 他也已經簡化了華僑微博投資的各項手續 也維持協力財商處理更難的用途 合作世界華僧賣易中心的工作 也正在積極的修改進行